两厅院TIFA台湾国际艺术节 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将会呈现新作品 叫做《十三声》 十三声是一位万华传奇的卖艺声优 他可以扮男声扮女声 能唱能跳然后编卖药 郑宗龙从小假日都在万华摆摊 他的作品就从他生长的土地出发 呈现这些台湾在地的众生像 而且郑宗龙让云二舞者在舞台上 唱诵道坛请神的唱奏 还邀请林强将恒春古调等台湾民谣 融合在舞蹈中 是非常有台湾在地文化的作品 舞者跟着电子乐音坐地踩踏 霓虹无疑随着肢体在空中转动 这是云门二星座《十三声》 在万华有一位人大家就叫十三声 这个人他是一人剧团 他可以演男生演女生 他可以唱可以跳 他还可以卖药 编舞家郑宗龙的母亲当年亲眼见过十三声的表演 郑宗龙要以他为名 用舞蹈拉掘从小在万华的回忆 那这个故事很迷人 然后也跟我在探讨 跟想要做的东西很像 那特别我小时候就在康定路这里 到处跑警察摆地摊 所以有一些些连结 我是希望把我小时候看到那些 在这里的一些生活景象跟样貌 藉由十三声这样的一个题材 把它把它转换过来 郑宗龙让舞者们在舞台上横唱祭祀咒语 舞调民谣 他说回到这些记忆发生的地方 要挖掘内心感受 其实让他很紧张 郑宗龙曾获欧洲编舞大赛首奖 新座跨界邀请音乐人林强合作 这是他第一次专门为舞蹈创作 来这边就比较不一样 就是每次有很多的讨论 跟钟龙也好 跟舞者也好 或是不谈舞座谈生活也好 就是各种层面都会在 我们的这个讨论里面 林强和郑宗龙因为合作 成了忘年之交 两人关系像是长达一年的约会 当时郑宗龙想挖杯请示神明 舞者可不可以学唱咒 林强的一句话让他安心不少 要宝贝的前一天我紧张的钥匙 我跟强哥说 怎么办明天要宝贝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然后就跟我说 没事了一切都安排好了 我其实听不太懂这一句话 可是很有感觉 当我去的时候很早就到了 那也把庙里面拜过一次 然后就 就饱杯了 就连续三个是答应 所以 很感人 很感动 我觉得很感动 我觉得是看到宗龙 想要创作这个舞座 最后呈现的那一种 创作力跟不一样 那我的工作就达成 如果看完了这个舞座 最后大家听到的是音乐的印象 那就失败了 那我就失败了 万华薄皮疗是郑宗龙母亲的家 郑宗龙八岁就在这里摆摊卖拖鞋 还跟爸爸练了一口流利的街头语言 当时他为了多进茶 常常要往龙山寺青草象跑 对这里再熟悉不过 连街上都不是有人跑来跟他画家常 万华形形色色的人潮 也一直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 最大的台北最大的舞台在这里 我只是在追忆的过程里面觉得 一些生活方式 一些生活的样貌 好像免不了都会被 因为时间的关系 而就这样流逝 那透过我和各位艺术家们 还有余孟二零五九去追寻他 变成一个新的样貌 好像也蛮重要的我觉得 郑宗龙持续用突破传统的方式 留下自己文化的根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见 我们的是面义细地银 接下来 我们的那个《新疆》 我们的年轻人 和歌声 节目 中文化的